HELLO 大家好我是電叉少女圓 那我們還記得行政院在6月初推出的 振興三倍券方案嗎? 那當初有說這個三倍券從7月15號就可以開始使用 不過其實到現在還是有蠻多人不是很了解 到底什麼是三倍券 要怎麼樣領取 有哪些使用方式以及有沒有限制呢? 那不用擔心今天的影片我們就要來一一幫大家解答啦! 開始之前先來講講振興三倍券的概念 它是可以把你的1000元變成3000元 不過大家要注意一下並不是直接送你3000元喔 那這邊可能會有很多套友想要問 為什麼不直接發現金給我們就好呢? 這樣不是最快最省事嗎? 那這邊行政院他們其實也有解釋說 主要是因為大多數的民眾都有儲蓄的習慣 所以大家如果把發放的這個錢拿去存起來的話 就達不到鼓勵消費的目的啦!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做法也是挺合理的對吧? 而且為了促進短期消費 所以這個三倍券是有使用期限的喔! 那這次的振興三倍券它一共分成實體的資本券 還有數位形式的三倍券兩種形式 從今天也就是7月1號開始 就可以去預購這個實體的資本券 那如果你是習慣用電子票證、信用卡或是行動支付的話 也是一樣從今天7月1號開始就可以綁定囉! 那麼只要你是有符合一旁這些資格的人 就可以使用一份振興三倍券 那實體資本券的部分從7月15號開始就可以領取 或是大家也可以到郵局現場直接購買 那數位形式的三倍券它一樣是從7月15號開始使用 但大家要注意的是 紙本跟數位這兩種它們的使用期限都是到今年的12月31號喔! 接下來呢 圓圓也詳細整理了有關三倍券它的使用方式還有常見問題 或是大家如果之後遇到了一些狀況要打電話給誰找誰解答 以及要怎麼樣使用比較划算等等的呢 都有給大家一些建議囉! 首先我們先來看紙本的部分 哼哼...好啦我們手上的其實是道具 我們根本還沒有拿到 那要怎麼樣領取這個實體的紙本券呢有兩種方式 分別是預購還有現場購買 預購的話呢你可以在超商預購或是在三倍券的官網預購 超商預購的部分呢它有分成兩個T次在7月跟8月 那你只需要帶著現金1000元以及你的健保卡 到四大超商的機台進行預購 接著呢你就可以在超商領取到這個實體的紙本券囉! 而三倍券官網預購的時間呢跟超商預購時間是一模一樣的 那大家只要到官網上就是把健保卡插入讀卡機 然後刷卡準帳1000元就可以完成預購 接下來呢也可以到超商去領取你的實體紙本券 那關於三倍券官網的網址呢我會放在底下的敘述欄 大家就可以點選來看囉! 你不妨呢也可以等到7月15號 就可以直接在郵局進行購買囉! 你只要就是一樣記得帶著你的健保卡 然後付款1000元就可以買了 但大家要注意的是 最後的購買日期就是12月31號喔!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就是哪間郵局還有庫存的話 也可以參考未來他們會上線的這個正新三倍券的地圖啦! 魚恩你是在拍三倍券的影片嗎? 對! 那我有問題我可以問你嗎? 我想問那個三倍券他可以帶領還是帶買嗎? 可以喔!帶買或帶領都可以 那你只要取得委託人他的健保卡 你就可以幫他進行帶買 那帶買呢是沒有數量限制的 另外呢也可以帶領 如果你家裡面有可能未成年的小朋友或小嬰兒的話 一樣你有他們的健保卡都可以進行帶買帶領喔! 喔!那他可以找零嗎? 欸!基本上是不行的喔! 因為畢竟你沒有辦法就是 就是嘗試店家說要換個現金或是要他找零這件事情 所以建議大家你要用這個三倍券之前 還是先跟店家確認好你的消費方式會比較保險喔! 好!那我瞭解了!謝謝啊!掰掰! 不過如果大家平常比較習慣是用行動支付 或是用信用卡付錢 你想要領取數位形式的三倍券的話呢 他一樣有三種方式 分別是電子票證、行動支付跟信用卡 第一種是電子票證、用卡片來付錢 電子票證包括悠悠卡、iCash、e卡通 還有有錢卡這四種系統 那你可以去買一張新的卡片 或是如果你原本就有一張記名卡的話呢 你就可以到三倍券的官網去找到相關網頁進行登入 綁定完成之後你就可以開始用這卡片付錢囉! 第二種是行動支付、用手機來付錢 你可以選擇有參加這次正行三倍券活動的APP 包括LiPay、接口支付、拍支付、台灣Pay 還有巨子支付等等共9家 那一樣在正行三倍券的官網上面都有相關的網頁 你只要去進行綁定並且開通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用手機掃條碼來買東西囉! 這邊也快速帶大家來看一下要怎麼樣綁定 你手機進入到三倍券的官網之後呢 你就點選行動支付 接著你就可以選擇你常用的APP 像是語言這邊就會以台灣Pay來做示範 那點進去之後呢 在左下角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有登入領取三倍券的選項 點進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任意一個你有在用的銀行帳戶 然後進去之後就跟著畫面上面的指示步驟 輸入像是身份證、生日等等相關的個資 以及後續它回饋給你的時候你希望的撥付方式 最後呢再輸入就是身份驗證的機制 基本上呢就綁定完成囉! 第三個方式呢是信用卡 刷卡來付錢 一樣呢你可以就是選擇有參加這次正行三倍券活動的信用卡 在三倍券的官網上呢都有全部條列出來 不過各家的綁定方式都不太一樣 它我們可以先選擇你常用的或是感興趣的卡 去點選相對應的頁面就可以了 那點進去之後呢就可以看到詳細的活動細節 至於最後要選哪家呢就交給大家精打細算囉! 那除了信用卡之外呢 其實各家電子票證還有行動支付 它們的綁定方式都不太一樣 但在三倍券的官網上呢 它們都已經有整理好、調列出來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不用擔心可以好好利用啦! 剛剛上述講的這三種電子票證、行動支付 還有信用卡的數位形式三倍券呢 它們都是必須在你累積消費滿3000塊之後 才會退2000塊給你 那在電子票證的部分呢 它是會直接退到你的這個記名卡片當中 會2000塊給你讓你繼續花 而行動支付的部分呢 則是會把2000塊退到你的app帳戶當中讓你繼續花 那在信用卡的部分呢 則是會在隔月的帳單當中直接扣除2000塊 方式都不太一樣它們就要注意一下囉! 另一個人我剛才聽莫娜說你在拍三倍券的影片 我也有問題要問 如果我是用數位形式消費的話 一定要滿3000塊才會回饋2000嗎? 是的!如果你的消費沒有滿3000塊的話 是沒有辦法申請滿額回饋的喔! 那我可以申請很多種數位形式的三倍券嗎? 不行!三種數位形式呢你只能選其中一種來用 不過如果你先前有申請了某一種方式 然後你也綁定完成的話呢 但只要在你還沒有申請滿額回饋之前 你都可以隨時再換成另外一種方式來做使用 只是你先前累積了3000元呢就會重新計算囉! 那我的回饋什麼時候會來啊? 如果你是用數位形式的三倍券 然後消費了3000塊之後呢 你會收到簡訊的通知 那它最晚會在次月的帳單額度當中得到回饋喔! 那如果我選擇了數位形式的三倍券 我還可以買實體的紙本券嗎? 只要在你還沒有申請滿額回饋之前 你都可以改去買實體的紙本券 每個民眾他都有一次可以領取正行三倍券的權利 那三倍券的各個平台啊 它都會統一控管數位及紙本的領取紀錄 所以是不可能讓你有機會可以兩邊都領的喔! 好!我知道了!掰! 最後呢我們來講一下 當你拿到這個三倍券之後可以怎麼樣使用呢? 首先第一點它要怎麼用? 其實最大的原則呢 就是在實體店面你都可以用 包括你去市場買菜啊 你去洗頭啊 或是你去旅遊住宿等等的都可以用 再來第二點它不能用在哪裡呢? 三倍券它沒有辦法讓你用在 假如水電費啊 假如稅金、罰金或是你的信用卡費等等 這些已經產生的費用 因為這樣就比較沒有辦法刺激消費了嘛 另外它也沒有辦法讓你買煙啊 或是投資保單、投資股票等等的喔! 最後第三點是大家比較搞不清楚的 就是電商的部分 一般的電商是不能使用三倍券的 但如果這個電商它販售的是 可能藝文、旅遊或是體育票券相關的話呢 就可以使用 講到這邊它我們有聽懂有吸收進去了嗎? 是不是會覺得好像時不時 就會突然蹦出一些新問題出來? 但大家也不用擔心啦 如果是振興三倍券相關的問題呢 大家可以撥打1988紓困振興轉線 好的 以上就是有關於這次振興三倍券的 各種問題的解答啦 希望有幫助到各位踏友們 至於到底要選紙本的還是選數位形式的三倍券呢?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要取決於你的消費習慣 看你平常要怎麼花錢 是現金塊的還是你喜歡刷卡 就選擇你最習慣的方式 我覺得用才會最順手喔 然後呢 還是有件事情要提醒大家 就是這個實體的紙本三倍券呢 你一拿到手就可以開始花 那它的使用期限是到今年的12月31號 而另一種數位形式的三倍券呢 在之前你消費滿3000塊 然後回饋給你的那2000塊呢 是沒有使用期限的 所以你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消費節奏去做消費 或是如果你不想花掉的話呢 也可以把它當成傳家寶 一生保存下來喔 再來呢 這個振興三倍券的活動啊 是開放給店家自由參加的 所以大家呢 也是可以在你想要花錢之前 先去看看那個平台或是店家 有沒有支援三倍券的這個服務 再決定你要用哪種方式領取喔 最後到底要怎麼樣用才最划算呢 其實因為很多商家想要搶商機嘛 所以都會針對三倍券來推出一些 蠻大方的優惠 包括可能觀光旅遊啊 休閒農場啊 或是藝文活動等等的 都會提供蠻多加碼的優惠 所以大家呢 就可以去多多關注這類的資訊 就絕對不會吃虧啦 那如果呢 我們有知道什麼厲害的優惠呢 也會第一時間告訴大家啦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了幫我們按讚 訂閱 加分享 還要記得追蹤電話 上網的IG喔 下次見啦 掰掰 來 三倍券 三倍券 正心三倍券 那這是正經 正心三倍券 那這是正經三倍券 好難 而且還要唸券